为什么在新加坡第一个问题 钱不够用 为什么你总是钱不够用呢 这不是你不算努力不足够 无地 你担心得很努力 但是你的加薪速度 永远都比货币慢 你省省省 省到消费满满 屋子也还清 但价格价价价 价格价格 除非你倒下 事业有成了 房子改变了 可是负担越来越重 你有赚到钱吗 每天赔赔赔 你顶得住吗 不管你在怎样努力地爬 这些线是太长 让你穿得很长 让你穿得很远 而且你不能看到 任何结果幸福的结果 这些问题 没完没了 因为你们靠雙手赚钱 因为你们治标不治本 因为你们的钱不生钱 如果我们不允许钱 为你工作 你永远会为钱 这些问题 不是你的母亲 你的政府 你的老板 你的老板 你甚至你 这些问题是在这里 赚錢 用赚钱 学校都教 但是没有教你管材 所以你们想知道 但你们不在所知 我认识 根据你年轻你的老板 基于基于担任的 根据你广告你所知 基本上 你说的你要知道 你还不知道 赚钱死了 你不懂 你无法知道 没有 赚钱 赚钱 所以 去关机赚钱 跟我们学习 怎么应用 利用三招老板 谁知道 你上课开车之后 你全家以后的日子就会全部够用了